- 字幕翻譯 - 字幕翻譯 - 字幕翻譯 - 一 二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鍋吧老師 Nurumji Sam 我在去年的9月份 簽了新車CV300R之後呢 10月2號 10月初我馬上就報名了 桃園本田的這個 出街安駕課程 安全駕駛的課程 大家不要以為 參加安駕課程 他就教你怎麼過彎啊 怎麼樣騎得更快 更帥 沒有,我們整個上午都在聽課 都還沒有騎上車呢 但是這些內容其實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那都有一個輪胎指示線 假設不知道的人要不要過來看一下 那他可以過來看一下 像他這邊的話 就有一個凸起來的 大家有看到嗎? 在胎溝裡面 左邊右邊都會有是因為 像有些人他每天都跑特定的山路 都是右彎居多 那你右邊要是磨完,左邊沒磨完怎麼辦 就一樣還是要換輪胎 不要覺得說另外一邊沒磨完就不換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小胎塊 那只要碰到他就代表你到指示線了 那不是說他不見後才是到指示線 這要特別注意 那來定片的話看的時候可以從 這邊看到 他會有一個 這邊會看到有一個夾層 來定片長這樣 然後他還有一個肉 會在外面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肉非常厚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比較薄 你發現那邊很薄的時候 要趕快去做更換這樣子 大家會覺得說 電條現在這樣晃 我們這其實有點調太緊 那正常來說的話 正負上下百幅3公分都是OK的 那有些像Monkey啊 或是NX這種小車 或懸吊很軟的車 他的懸吊會弄 這電條會弄得很鬆 是因為我們坐下去的時候啊 車會被拉開 電條就會變緊 對 所以你要是有些人 他例如中駐啊 或是車沒有坐上去 他說我電條太鬆了 其實是不準的 其實是要我們坐上去後 他要是還這麼鬆的話 才是會有風險的 好的 講完了這個車輛的部分之後 終於騎上車了 不過也是教練騎上車 不是我們騎車 騎乘姿勢 那很多人就想說 車不就這樣騎嗎 還要怎麼騎呢 其實有很多的細節 很多人沒有注意到喔 很多人都是亂騎車耶 真正要好好的騎車的話 必須要得到很基本的教導 我們來聽聽看 騎乘的上半身跟下半身 我們會先從上半身開始降騎 上半身的話 很多人會過於僵硬 像現在這樣 他會給手撐在把手上 會有什麼壞處 就是震動會傳上龍 大概就是對肩膀 會很不舒服 因為長期這邊 撐著的時候 就是慫起來了 所以像 我們上半身 一定會放到盡可能的輕鬆 就是會放鬆 我們會由下半身來去固定車輛 那下半身固定車輛 有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像有些人騎車啊 就會很帥 像那種洗仿曬的 你看那種追焦的 會這樣 或者是怎樣 這樣 腳這樣掛著 我不知道你們沒有看過 路上 為什麼我說 這樣的話還好 不要到邊了 這樣還好 但是這樣是盡量不要 是因為 我們其實騎車啊 最主要就是靠 夾油箱來控制車輛 像他現在這個位置啊 來你夾油箱 我一掰就開了 可是你他腳尖要朝前的話 就沒有那麼好攀開 因為我們會比較好往內夾 因為今天你沒有夾持好車輛 很多人就會蓋棉被 就是因為他腳的外巴 他一中砂 所有的重型都帶到手把上 然後人就會浮起來 因為他沒有夾坐油箱 然後就跟著車一起 在地板上 這很重要 所以記得 今天我們在騎乘的時候 腳盡量就是 超前 或是內巴都可以 沒有關係 好 再來講大話是有些人的壞習慣 就是我們今天騎乘 有些人來手幫我換 有些人很喜歡這樣 他會含著煞車這樣 雞爪手摧油門法 雞爪手拉離合器法 我們沒有使用他 然後一直含著 他會有什麼壞處 第一 跟安全有關的 今天我們在 來 用雞爪手拉離合器 像我們現在這樣看到 他就只有三隻手指頭 在抓他的龍頭 台灣的路這麼爛 一拍 就很容易掉 那假設他今天是好好的握 至少穩定很多 所以為什麼說不要拉著他 跟安全有關的就是 你沒有辦法好好的掌握龍頭 那跟車有關的呢 來你幫我含著 有些人他會一直當壞習慣 含著一點點 然後一直吹我們 離合器又燒掉了 小車大概三千多塊 大車一萬多塊 離合器片 會因為你 做這個半離合點的時候 含油門導致離合器加速的摔退 所以記得騎車的時候 我們騎車 拉離合器的時候 要用再來拉他就好 沒有要用 我們就好好的握滿綁 對 那煞車的話跟安全有關 是為什麼 其實我們煞車 是要用反應 不是反射 反射就是人家 打你膝蓋 然後彈起來 那叫反射 反應就是人家罵你 然後你要想怎麼罵回去 叫做反應 那假設我們手放在這邊 今天你遇到幾個狀況 你會反射動作 去做壓煞車的動作 那是沒有經過大腦思考 就會有發生什麼事 很容易擊殺 導致轉倒 那我們其實有ABS 不太會打滑 但是轉倒還是有可能 今天龍頭往右打的情況下 可以壓前煞車嗎 可以 但要壓很小力 要壓得很細膩 要控制得非常細 但你要是 你右轉的時候 突然三寶衝出來 你手又放在煞車 第一個想法 就壓前煞車 倒 車就倒下去了 對 所以ABS不是無敵的 他只是讓你在直線的時候 我們壓到水坑啊 或是在遇到三寶擊殺的時候 前輪不會打滑 但是在左或右 我們壓前輪的時候 他的重心都會往這邊帶 你看假設這邊的話 煞車一煞 他的重心就會往下帶 所以你才會知道為什麼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這樣倒過車 但倒車的主因 很多都是回轉的時候 會會會會會 有人一壓 那車就倒掉了 所以這時候很重要 就可以靠後輪煞車 去帶他 那我回轉會建議 大家腳就放下來 一直腳 滑水也整理 都好 不要耍 因為倒車心很痛 好 沒錯 倒車心很痛 但是相信很多車主 都有這種心痛的經驗 那還好我是還沒有了 尤其是 倒車啊 常常不是騎車 騎出去的時候摔倒 很多人都是原地倒車 因為它是二輪的東西嘛 所以如果你 在原地沒有移動的時候呢 左右的傾斜啊 大於一個程度 就很容易會傾倒了 那我們一起來學習看看 倒車後要怎麼浮起來吧 就是我們車要有這個保桿 所以拉起來會比較輕鬆 實際的車會再重一些些 但沒有關係 重點其實都有 都是差不多 來 首先我們手把先抓住 然後跟後扶手 那沒有的話怎麼辦 抱車口 但有一個很重要的意思 我們大家手啊 從到尾都是打直的 不要微彎 因為你這樣微彎 就靠你的二頭肌在拉 所以記得手都是打直的 好 再來 踩起來的時候啊 可以幫我看到 膝蓋是跪在地板上的 那等一下撐起來的時候 是靠我們的核心跟大腿 激勵去給它抬起來 對不是靠上半身去拉起來 所以才會說手臂啊 一定是打直的 好 起來 大家會看到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在哪裡 大家有發現 就很危險的地方嗎 會往前鋪耶 對 所以有些人啊 他車上放橡皮筋 放一個繩子是對的 為什麼 因為像導車啊 這邊建議前煞車扣著 所以車上放一個彈 就是那種 不是有那個我們隨車工具的那個彈好繩 嗯 那個很好用 車主要先踢起來 然後再來的話 可以的話就先入檔 對 還有是沒辦法的話 一樣 前煞車先綁著 那這邊導車扶起一樣 也是跟上面一樣 跪著 好記得手一定要打直 因為你看這樣微彎 就是靠你的上半身去卡 靠你的蠻力 靠你手臂的力量 但是我們手沒這麼有力 人很壯我們就不提倫 對啊 啊 假設我們沒有那麼壯的話 記得手要打直 然後靠下半身去往前推 往那邊推 這樣 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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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快停的時候 好 推起來 這是比較重要的 好 那再來是第二個 導弧車的示範 第二個是用我們的骨盆這邊去卡車輛 那這個姿勢可能對大家來說會比較和平一點 就是沒有像剛剛那個那麼危險 因為 那個兩手會浮在龍頭上 知道怎麼用吧 還記得嗎 來 往右擋 龍頭我們會先往右擋 然後這時候 來看不到幫我到這邊 因為重點在這裡 可以看到我們綠的教練啊 那我們這也是 車殼啦 你們的應該都是油箱 這邊啊 是我們等一下會施力的一個點 我們會靠我們的骨盆啊 去卡住這邊 然後龍頭固定好 煞車這時候我們兩手都可以再把上了 壓著以後 然後透過我們的骨盆那邊卡住後 然後像剛剛施力的方式一樣 往這邊推 往你要施力的這邊的點推 來幫我示範一次 好 那一樣龍頭也是 往另外一刻打到底 然後他的話就像我們做 健身 硬舉 我們是蹲下去的 那手一樣是打直 還有一個點喔 對 這邊 不要彎喔 對 不然你上腰喔 背是直的 直接站起來 然後我是靠腿 站起來 其實背推是建議用的方向 是車子倒右側 為什麼 因為我們左側有側柱 有側柱的情況下 你用背讓頂起來的時候 你看不到 但是你只要側柱碰到了 那車子就一定是立起來的 對不對 所以說 其實背推是僅限於 你用在倒右側 然後左側有側柱可以使用的情況 所以側柱是 功能是正常的 然後 這時候 一樣也建議 入檔 你入檔的話 車子 就比較不會滑動 像剛才有時候 我們車子 抬起來低一下的時候 車身離開地面 剩兩個輪胎 他在接觸的時候 他會 跑掉 所以說 入檔的話 就可以避免他車子跑掉 好 那姿勢的話 其實 跟剛剛我們前面正抱是一樣 只是現在變成說 我們是用我們的背 腰跟背的位置 下背的位置去頂著車身 然後兩隻手 一樣 握把抓著 後面扶手抓著 然後手是打直的 那這個時候 我們一樣是靠 我們的腿 往後蹬 用腿的力量 往後踢 來看一下我們今天就在示範 踢 再踢 你就一直踢 踢踢踢 繼續踢 那所以就是 那我先是往內 正抱的 好 來 先蹲進去沒關係 對 好 來 我們先把動作準備好 對 然後肚子貼好 那手待會不要束力 我們就是靠 把力量集中在你的腿 好來 踢 往前蹲 往前踢 對 踢 踢 好 差不多起來就去接住龍頭 對 因為這時候 在怕你再推啊 又倒到另外一邊 所以 快要起來的時候 我們就去接龍頭 然後捏住 煞車 對 你要放下來嗎 還是就幫你放下來 好 因為放下來 你更會了解 他那個重心 對 來 人先趴下去 我幫你撐住 好 往前趴 對對對 手是掉著的 來腳往後慢慢蹬 身體上去 身體要趴上去 對對對 好 腳往後收 對 對 對 有沒有現在你就去用腰 你這個時候 這邊就突出來了 對 因為你身體離開了 你離開之後你會彎腰 那你的腰就臭腸了 齁 所以說為什麼會跟你們講說 肚子啊一直貼著車身 就是不要讓你彎腰 那我們是靠腳往後去收 對 你現在這樣腰就弓起來了 所以應該要 喔喔喔 對 有沒有 其實你的腰都會一直有點弓 真的喔 要貼著 可是我腳這樣子我腳伸不出去 嗯 我腳沒有伸出去的話 對 往後一點可以 對 對對對 對 喔可以可以 對 對 然後對 對對對 腳其實是往後延伸的 因為剛剛 但是你會想要 腳不動 但是你會想要這樣子 蹲著之後你就會 翹雪子就變硬腰了 對 但是我們往後有沒有 往後 對 對對對 其實是遠 但是是去遁形 但是這個還在這邊 對肚子還在上面 OK 然後換臭身 這個 對 好 現在這樣你人是不是進不去 對 把龍頭往右邊打到 再打 用力打 好 好 然後 可以抵在 它這邊比較突出來 對 比較好去施力 因為有些 站在後面不好施力 然後一樣我們用腿去出力 然後對 然後側身 蹲 變側的蹲 對 對 兩下就起來 對 要下去嗎 好好 來 對 側身 然後腰去抵住 有沒有 腰去抵著 對 好 下一位 現在是時速30公里 好 那我們看到 時速30公里 用前輪煞車 它的煞車距離點在多少 大約八九米這邊 大約八九米這邊 差了兩米 然後有一點打滑 那 基本上的話 距離是有明顯變近 好 go 有 有 有 感覺很慢 我可能沒有踩很死 但我的確有聽 感覺它抖抖抖抖抖 對 對對對 好 接下來是這個沙停練習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 我們身體的反應 就是 你加速的時候 身體要爬低一點 那 停的時候呢 這個手要伸直 身體往後 聽說去日本學習這個安駕的這個教官啊 他們光是這個沙停練習 就練了一兩個小時之久啊 所以人家說這個基本就是最重要的 對不對 好 那這個沙停練習 鍋巴老師到底做得怎麼樣呢 好 終於到了今天的重頭戲啦 就是重機繞追的時間 這個繞追的練習啊 是讓這個騎士可以綜合 今天所學到的所有的內容呢 可以讓你在這個行進當中 按照自己的意思 很自由的 然後很這個俐落的呢 可以閃過很多的障礙物 當然一般來說不會這樣子來騎車來對不對 不過呢 這樣子練習是非常重要的喔 好我們來看看 鍋巴老師繞追繞得怎麼樣 好 好啦老實說呢 我覺得我自己繞得不是非常順齁 不過那個 我的車還蠻輕的 其實在路上的時候呢 應該是可以操控自如啦 好啦那今天呢 跟大家介紹的安駕課程的影片就進行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加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 我是鍋巴老師 要支持我們頻道喔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안녕